大家好 欢迎加入智能解读股票密码频道 今天讨论一下美国市场中LIX指标是什么 有什么异议与作用 LIX指标的异议与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指标 也被称为恐慌指数 当市场波动剧烈时 LIX指数会上升 相反 当市场波动较小时 LIX指数会下降 LIX指数越高 代表市场越不稳定 投资风险也越高 在本文中 我们将详细探讨LIX指标如何帮助投资者 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 那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也记得先帮我在下面按的赞 还为订阅关注的朋友帮我订阅一下 记得打开小铃铛接受我爹频道凯芯片通知 LIX指标的定义与计算方法 是由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UE开发的一个 衡量市场波动程度的指标 齐全称为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数 Chicago Fore Appearance Exchange VIX指数的计算方法比较复杂 但简单来说 它是通过计算标准普尔500指数 SP500 Index期权的隐含波动率来得出的 隐含波动率是指市场对于未来一段时间内 标的资产波动率的预期值 是期权交易中的一个重要参数 VIX指数的计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选取SP500指数期权中到7日距离30天的两个期权 并计算它们的市场价格 根据这两个期权的市场价格 计算出它们的隐含波动率 将这两个期权的隐含波动率求平均值 得到30天7的隐含波动率 将30天7的隐含波动率转换成年化波动率 集成以根号12 将年化波动率除以100 即可得到VIX指数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当前的VIX指数 例如2021年9月9日 VIX指数的收盘价是17.09 VIX指数的计算方法复杂 但该指标的价值在于 它可以帮助投资者了解市场对于风险的看法 当市场对于风险的看法增强时 VIX指数会上升 而当市场对于风险的看法减弱时 VIX指数会下降 VIX指数的变化可以反映市场的情绪 风险以及投资者对于市场未来走势的看法 当VIX指数上升时 代表市场波动加剧 投资者可以考虑增加现金储备 减少股票和其他风险较高的投资 另一方面 当VIX指数下降时 代表市场波动减小 投资者可以考虑增加股票和其他风险较高的投资 因此 投资者可以根据VIX指数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 以达到基于市场波动程度的风险管理 此外 VIX指数还可以提供关于市场情绪的信息 当市场情绪紧张时 投资者通常会变得谨慎 从而影响市场的表现 因此 VIX指数可以作为评估市场情绪的一个指标 当VIX指数上升时 代表市场情绪紧张 投资者应该更加谨慎 当VIX指数下降时 代表市场情绪稳定 投资者可以更加乐观 下面是一些VIX指数过去的重要时刻 2008年雷曼危机 刺激货款的破产导致雷曼因证券化产品成为不良贷款而破产 雷曝是历史上最严重金融危机之一 当时指数录得89.53% 创历史新高 2011年希腊 爱尔兰 葡萄牙等国家 出现欧洲主权及财政危机 希腊政府换届后 公布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场值的百分比低于实际数字 问题一经指出 便电言到葡萄牙 意大 例 西班牙等被认为财政疲软的国家 并发展成为欧洲的金融危机 全球股市也因此受到影响 恐慌指数当时升至46.88%以上 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放展引发全球股市下跌 中国实现了高速增长 2010年GDP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虽然表现出如此快速的增长 但在2012年后开始下滑 加上经济增长放缓和影子银行等问题 人民币贬值 全融市场出现动荡 引计全球股市 当时恐慌指数在30%左右处于警戒区 自2020年以来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导致全球股市在一段时间内大幅下挫 当时的恐慌指数超过80%成为纪雷曼危机后的第二高纪录 VIX指标的限制与注意事项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VIX指标并不能预测市场未来的表现 它只能提供关于市场波动的信息 因此 投资者在使用VIX指标时 需要仔细分析市场趋势和其他相关因素 才能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 此外 VIX指数也存在一些限制 首先 VIX指数只能反映期权市场的预期波动率 而不能反映实际波动率 因此 当期权市场预期波动率和实际波动率不复时 VIX指数可能会出现误差 其次 VIX指数只能反映市场整体的波动程度 而不能反映个别股票或行业的波动程度 因此 投资者需要根据自己的投资组合情况 结合VIX指数和其他相关指标来进行风险管理 另外 投资者还应该注意VIX指数的变化速度 当VIX指数急剧上升时 代表市场情绪非常紧张 可能会引发市场的大幅下跌 因此 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VIX指数的变化 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 VIX指标的应用是可以帮助投资者进行风险管理和投资决策 一般来说 当VIX指数越高时 市场风险越大 投资者应该采取谨慎的投资策略 当VIX指数越低时 市场风险越小 投资者可以采取更加积极的投资策略 另外 VIX指数还可以帮助投资者进行对冲操作 对冲是指投资者为了减少风险而在市场上同时进行多投和空投交易 当投资者认为市场风险很大时 可以通过购买VIX指数期货或期权来进行对冲操作 当市场下跌时 VIX指数会上升 对冲操作可以减少投资者的损失 总之 VIX指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指标 它可以提供关于市场波动和情绪的信息 对投资者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具有重要的帮助 好了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VIX指数也存在一些限制 投资者需要仔细分析市场趋势和其他相关因素 才能进行风险管理和投资决策 希望本文对投资者了解VIX指标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收看 喜欢的话请订阅智能解读股票密码频道 按赞和分享我们的内容 别错过下一集 我们还提供最新市场资讯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